嘿,大家好,我是俊鑫啊,又和大家见面了,我会一直为你带来关于肖战的新的资讯,立志做一个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,在这冷清的世间,想用文字的温度去触碰笔尖,传递正能量,想做一个和肖战一样的温暖善良的人,然后就会发现,肖战经历这些跌宕起伏之后,蜕变得更加迷人优秀,身上这种成熟的气质也越发地明明, 而他的事业也是一直处于上升阶段,特别是最近肖战的行程还是很忙的,既有如梦之梦的彩排和即将正式的舞台,在5月26日,早就有人拍到肖战启程去往青岛排练,毕竟如梦之梦演出在即,当然,还有各种代言的官宣,比如刚刚官宣的德国双利人厨具,同样引起了粉丝们新一轮的支持和购买,毕竟这种家具必备厨房用品,对于一些妈妈粉和姐姐粉来说, 还是非常用得上的,所以,在支持肖战的同时,也能满足自己家庭需求,这样一举多的对于小飞侠来说,真的很开心,当然,大家的关注点除了这些之外,对于肖战的行程和工作,还是非常关心的, 目前正在和任敏拍摄育骨摇,虽然这部剧风波不断,但是,依然阻挡不了肖战为这部剧带来的热度,即使有些人和对家想靠各种谣言防暴,但是,这样的做法,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,只会因为这些声音,让这部剧更加出圈,肖战也会因这个角色,也更加的被大家所熟知,以及网上各种小道消息,和还没有确定的物料, 所以最近肖战还真的是连轴转,而最近我们的歌第三季的招商,又让很多人借机衍生出各种话题,不管肖战是否参加,大家对于这个舞台也是充满期待的,在这个舞台上,我们也看到,从最开始到最后,肖战一路的进步和成长,本身肖战就是歌手主唱的身份出道,对于唱歌这个舞台也是非常热爱的,自己也曾经梦想着,能够开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,不管怎么样可以保持, 这一下小小的期待,等待一下是否会官宣吧,肖战